上一世,绿茶针千金回到家后 母亲冷酷地要我交出总裁的位置 我拒绝了,但出于愧疚我让他当上了副总 可后来他一步步渗透公司夺我财产 甚至勾搭上我的老公,让我无家可归 直至死前的那一刻,他得意地大笑 苏宇彤我终于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了 而你,去死吧 属于他的一切 当时我就笑了 因为他不知道的是 没有我根本就不会有公司的今天 更不会有光鲜亮丽的江轩城 一,我重生了 看着大厅熟悉的一张张面孔我不惊一惊 我回到了母亲要我交出总裁位置的那天 几天前,母亲突然带着苏子宇 在大厅和所有人宣布他才是真千金 我一问才知 原来是苏子宇在家里的一次事故中 发现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 她靠自己顺着线索找上了苏妈 宇彤,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但是我亏欠子宇太多了 苏妈面无表情地淡淡出声 你就把总裁的位置交给子宇吧 他一旁的苏子宇一直揉搓着手指 眼眶微红 妈,可是这是姐姐的心血 我不能 苏妈眉间一松流露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情 他紧紧地握住了苏子宇的手 不要怕,那是我的公司 紧接他抬眼望向我 双眸冰冷,不是他的 我看着和上一世如出一辙的场景 内心冷笑 当时我就是被他的这道神情给狠狠伤透 回想以往 为了博得他的笑 他的认可我拼命地学习 甚至有次为了考年级第一 凌晨我都还在练体 可那晚我突然发烧了 鼻子也血流不止 最终我撑不住晕倒在了地上 之后还是阿姨听到声响 来到我的房间才发现的 当时她立马就打120 将我送进了医院 被送进医院不久 我迷迷糊糊地醒了 在看到苏妈站在我身侧时 我心一暖 笑着想要伸手牵住她 可她却避开了 手顿住 嘴角的笑意也瞬间凝固 我也瞥见了她低头双眸中 一闪的嫌弃和冷酷 然后她说了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 苏宇童 你真丢我的脸 我真后悔生下你 那一刻 我心像一堆散落的词片 再也无法拼凑完整 而我也意识到了 我的母亲她不爱我 或许对她来说 我只是一个认她摆不完弄的玩偶 可现在 看着面前的俩人 苏子宇只是红着眼眶说了一句话 苏妈的柔情 她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我闭上了眼 惨白一笑 宇童 你毕竟站了她25年的人生 这总裁的位置 你就还给她吧 一直站在一旁 没有出声的江轩城开口了 她站在那局促不安 我看向她 她却心虚地别开了眼 大厅一时陷入沉默 他们看向我的目光 有鄙夷有谴责 仿佛在说我怎么这么不知羞耻 我转头盯着那个脸上 挂泪楚楚可怜的苏子宇一会 紧接对她灿烂一笑 竟然你这么想要得到这个位置 那我今天就还给你 我打破沉默声音洪亮 好 还给你 我全部都还给你 二 上一世我拒绝了 因为拒绝交出总裁的位置 而被人议论 他们纷纷嫌恶 鄙夷我 苏子宇起来 可他们从没想过 没有我的努力公司 根本就不会有这一天 我挥洒的汗水 日夜的努力都被遗忘 他们把今日公司的强盛 归咎于原本就是苏妈的财产 公司本该如此 而我变成了个赖皮不走的恶毒女人 可真相是什么 是死前苏子宇告诉我的 原来她与母亲的计划 一开始就是看上副总的位置 母亲要她在我身边学习 同时一步步地把我的人拉拢过去 要我孤立无援 最后看好时机再设计我 让我自己把总裁的位置让出来 最后他们的计划成功了 我也死了 回过神来 我看向他们三人 因为我的答应苏妈眼神怀疑 江轩成眉宇间透露着疑惑 我也看见了苏子宇惊讶后 眼中的窃喜 苏子宇笑了起来 但在发现母亲的异样时 她收敛了 苏妈嘴唇微张 她似乎没想到 我会真的放弃这个位置 因为我的努力她都知道的 我站起来 对心思各异地中了一笑 头一甩 利落地扭头就走 等等 我一顿 苏妈叫住了我 听着她的话 我的心抽了抽 内心还留有一丝期盼 或许母亲还是在意我的 可沉默半分钟后 她的话却让我的心 从此一片冰冷 只听她冷哼开口 子宇还不熟悉公司 你必须留下来指导她 我听出了 这是命令 我扭头脸上笑意全无 冰冷地回到 七天 我只给你七天 说完 我就大步地向前走出了客厅门 走着走着我却忍不住捂住了心口 不知何时 泪花已经顺着脸颊 滴在了手背上 原来我在她的心中 真的什么都不识 过了一会 我是去了泪 振作了起来 双眸也闪过金光 因为几个月后 公司会发生一场变故 我倒要看看 苏子宇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三 房间内我在收拾自己的东西 而门口站着一个不速之客 见我望过去她笑着走过来 姐姐 这是打算去哪 我瞥了她一眼 不搭理她继续收拾 见我无视她 眼神犀利 猛地把我手里的衣物打落 你瞧不起我 我可是苏氏集团未来的总裁 她冲我大吼 眼神不干 我上下打亮她两眼 她刚回来时 声称自己被养母养父从小欺负 到现在25了 家人都虐待她 当时哭得可怜兮兮的 但现在回想起来 一个成年人要是真被虐待 还能在家待着吗 恐怕自己早就自己搬出去了 况且苏子宇鸡白娇嫩 又怎么可能是从小经历毒打过来的 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 博得母亲的愧疚 与联系的说辞罢了 不装了 刚刚在大厅不是装得挺好的吗 我对上她的双眼嘴角一笑 你这肌肤可真嫩啊 你爸妈真的虐待你了 听我说完她一愣 眼神燃着怒火开口 你知道什么 她们就是虐待我 我要什么都买不起给不起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气冲冲地把我的行李一提 不是说全部还给我吗 苏宇铜 这里的一分一毫 你都别想带走 那些穷酸的日子 也该到你去尝尝了 紧接她盯着我 还有你这身衣服也给我脱了 她突然冲了上来 跟疯狗一样扯着我的外衣 这时楼梯的脚步声渐进 哼 随着门口身影的出现 苏紫鱼也倒在地上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姐姐 我不过是想帮你收拾东西 你 你为什么打我 苏紫鱼倒下后就捂着头 泪大颗大颗地落下哽咽地说着 这戏演得可真好 可我刚想解释 苏妈迎面就给我了一巴 苏宇铜 我对上她愤怒的眼神 内心冷笑 是啊 解释还有什么用呢 我就让你让个总裁的位置 你就要对她下毒手 我就想你怎么可能答应 她的一字一句都在弯着我的心 我擦去嘴角的血迹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房间 是谁招惹的谁 我冰冷的语气让她定住 好像我是第一次 这么冷酷地与她说话 我说完 她才发现房间凌乱 行李箱的衣物都散落一地 可她却什么都没说 一阵沉默中 我扭头拖出了一个大行李箱 砸在她的面前 然后我大声地对着苏子语道 我说过的 我全部都会还给你转头 对着苏妈继续 你也一样 我一踢 行李箱被力道冲开 里面冲出一张张现金 直飞上天散落遍布房间各地 四 苏子语看着满地的现金 两眼放光 而苏妈却是皱着眉飞着脸 你什么意思 苏妈冷冷开口 我说过全部还给她 当然是全部 我盯着行李箱继续说道 这些钱足够长这些年 你花在我身上的钱了吧 谁知苏妈身后的苏子语 弱弱地开口 姐姐 你怎么能拿妈妈的钱 然后说是自己的还给她呢 你这钱本身就是妈妈的吧 苏子语鄙夷夷地看着我 而我迎着目光对她计笑 是谁说这些钱是她的 因为我连妈妈都不叫苏妈 脸色越发不好看 我与苏妈擦肩而过 走到苏子语面前 俯师看着她 这些钱可实实在在都是我的 我笑了出来 她不解得越过我看向苏妈 但是苏妈的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苏子语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没想到吧 以为我离开了家就会无处可去 要去过穷酸的日子 可是我早就被苏妈锻炼出来了 独自生存的本领 这些钱就是那些年锻炼出来的成果 五 从小苏妈就对我十分严厉 而我也如她的院士六岁便考上大学 每次聚会苏妈的其他朋友 都会在她面前纷纷称赞我 但在二十岁那年 我没按她的计划获得保送的名额 而我那年也考研失败了 大冬天 我一进客厅 她就冷漠地说了一声出去 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冷酷和无情 可我没想到她会把我赶出家门 她令阿姨把我扔出了门 我还记得她看我的眼神 就如冰山一般寒冷 你考上了才能进这个家门 她说完便无情地回头 把我留在了原地 任由我哭喊 她都无动于衷 门再也没被开启过 当时也逐渐深了 不得已我跑去了酒店 可我的卡也被冻结了 我变得身无分文 我焦急地在原地打转 不知何去何从 最后我拨打了一个 与我交好朋友的电话 她收留了我 之后整整一年 我的生活都是在埋头苦学和打工之间 不断来回奔波 那一年我吃尽了苦头 不过幸运的是 我的朋友家里 恰巧是开金融相关的公司 当时他推荐了我去实习 也是那时 我才开始实际运用上我的专业 我开始看股票相关的咨询 留意市场 后面我用自己的 仅剩的一些资产 去进行投资 到了今天 我已经有了千万的存款了 苏子宇惊讶地攥紧了拳 看着我的眼神十分不甘 我大步跨过他的身子 直径走向门外 这次我什么都不会带走了 你去拿 苏妈冷漠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我站在原地没有回头 能去拿 当然是回我家 紧接我缓缓说道 从今天起 苏氏集团还有你 都与我再无瓜葛 六 放了狠话 我下了楼梯 来到了一楼 便看见江宣诚 愣愣地站在楼梯口 原来他还没走 而且他都听见了 我打算无视他 他却拦住了我欲言又止 这个场面上一事也发生过 但不同的是 那时是在早上 他沉默了几分钟 突然抬头 苏宇童 我们解除婚约吧 我正住了 因为上一事发生的时候 我因为不耐烦 打断了他 但没想到他在这时 就起了于我解除婚约的心思 回想他最后的背叛 我笑了起来 我一直都知道他变心了 但没想到 竟是这么早就看上了苏子宇 因为我的笑他 似乎有些紧张 以为我不愿意连忙解释 我的婚约 原本就是和苏氏集团的千金 好 没等他说完 我就打断回道 之后我再也没有看他一眼 大步地离开 离开这个令我厌恶曾经的家 出了别墅后 我就驾车两小时 来到了亲生父母家 我还记得上一世 因为对苏子宇愧疚 我信了他的许多话 他说他的父亲好赌 母亲偏心弟弟 弟弟好吃懒做 全家都靠他一人出去打工 才能生存 直到我的总裁之位被抢走 被赶出家门后 我才知道 那都是他觉得好玩骗我的 扣扣 谁啊 我敲响了这户门 等门打开 我也看见了 与我有三分相似的脸 是我的妈妈 而他在见到我的那一瞬 眼眶湿润了起来 我冲过去抱住了他 妈妈 我带着哭腔喊了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他 是他们一家 让在我生前的那三天里 感受到了什么叫爱 气 门口的动静 惊动了家里的其他人 我也看见了苏子宇口中的弟弟 探出了头来 妈妈带我去见了 在病床上的爸爸 原来因为交通事故 爸爸的腿暂时无法动弹 也是这次事故 他们知道了苏子宇 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在念高一的弟弟 争一股气的声讨苏子宇 只见他大气不喘站在那 那个女人简直白眼狼 爸爸妈妈对他那么好 他要的都尽量给他 谁知道他知道 自己是千金的时候 就直接丢下 我爸不管了 爸妈之前为攻他上大学 不知吃了多少苦 沐沐 你不可以这样说你姐 陈爸在一旁呵斥他 他却不服气皱了皱眉 我可没有他这个姐姐 走到现在一个消息都没有 我早当他死了 沉沐于 陈爸扯了他 他才闭嘴 我盯着陈爸的腿 为什么你们不来找我 我说完 他们纷纷避开我的目光 过了半分钟 陈妈才缓缓说道 我们一穷二白 给不了你什么 你待在那个家 能过上好日子 我心一暖 眼里的水花不断在打转 我上前牵住了他们的手 暖衣不断从手传入身躯 直至我的心 我回来了 这里才是我的家 永远都是 爸 这几天我都住在陈家 没有与苏家的人 有丝毫联系 我吃着陈妈做的家常菜 也给爸爸找了好医院养病 弟弟也对我十分的亲近 但我还有个任务 就是在苏子宇上任之后 我要与他交接 七天 当时我的承诺是七天 而今天就是第七天 来到公司 我已经不是以往人人口中的苏总 伴随一样的眼光 我上了员工楼梯 来到了苏子宇办公室 你来了 他穿着女士西装 没了以往的柔弱 倒是有几分女总裁的样子 但是 总裁可不是穿得好看就能当的 听说这几天 姐姐你都住在陈家 他拿起手中的酒杯 坐在大椅上询问我 是啊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 苏子宇你真不是人 他的脸立马拉了下来 你说什么 我双手撑在办公桌盯着他 说你白眼狼呢 抛下生病的爸爸 就直奔富贵了 你有心吗 谁知他直接站起 注意你的身份 你以为你还是那个苏总 滴滴 喂 苏子宇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声音 苏总有个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 苏子宇喊他进来 但是那人进来 下意识就是把文件递给了我 啪 苏子宇抢过那个文件 就朝那人一扔 你长不长眼 我才是苏总 你递给那个贱女人干什么 苏子宇发疯般怒吼 大开的办公室门没有合上 直接引来了其他一些员工 那人匆忙捡起文件 朝苏子宇鞠躬 苏 苏总对不起 这个项目都是苏小姐带的 苏子宇气愤地打开文件 但在一阵沉默中 他迟迟没有落笔签字 他愣住在了呢 我嘲讽一笑 我来吧 夺过他手中的文件 我看着全英文的合同 立马签下了字 千万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对着苏子宇一笑 时间到了 看来以后你要自己努力了 对了 看不懂文件 就找个翻译帮忙吧 不然下次项目可就黄了 我昂起头对他嘲笑了一番 无视他猙獰的面孔 直接傲气地离开了办公室 哼 就这样还进一公司 胃口未免太大了 我已经可以想象 往后他凄惨辛苦的样子了 就 之后的几个月里 我都在忙自己的事 在家待的时间也比较长 对我而言 最珍贵的不是钱 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清晨 我如往常一样打开新闻 新闻上突然出现那张熟悉的脸 是苏子宇 新闻播报自他上任以后 苏氏集团旗下几个业务股票 便开始下跌 但最严重的事情 是在前几天 因为他的失误 有个项目被破延期 导致上线时间也延后了 而在同一时间 有个同类型的产品上线大爆 导致投入几十亿的项目 就这样黄了 上一世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也能猜到 是内部的混乱 当时内部有人透露 产品消息卖给了竞争公司 甚至有人把消息 透露给了记者 导致有许多赞助撤资 但是好在我资金充足 我不仅把叛徒提前揪出来了 也提前加快产品的上限 当时有惊无险的成功了 直接回本了几百亿 但现在苏子宇 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我看着电视中 他疲惫的新闻图 大笑了起来 我心情大好 正起身准备去冰箱拿啤酒 却看见阳台 鬼鬼祟祟的陈妈 一过去 他就盖上手机 妈 怎么了 他眼神闪躲 没有没什么 滴滴滴 他的手机不断闪着白光 我突然意识到了 什么抢过他的手机 我一看 果然是苏子宇 我接起了电话 刚接通电话那头 就一连串的不断说着 语气愤怒 我做了你们女儿26年 你们却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 没钱给我钱就算了 我吃了那么多苦头 现在公司这样 你们要我怎么活 妈 你就帮帮我 你帮我求求苏宇童 苏子宇 电话那头顿时没了声响 怎么不说话了 不是要求我吗 逼一个老人牛脸了是吧 你不是看不起爸妈吗 不是很得意得到了一切吗 你现在又来求我做什么 紧接我计笑 帮你也不是不行 你来求我 你给我跪下我就能考虑考虑 不带对方回答我立马挂了电话 我问陈妈才知道 原来早在一周前 苏子宇就骚扰他们 只是他们不想因为这件事打扰我 他们怕伤了我的心 而我的手机早在搬家后 就换了一步 原先的手机早就已经关机了 我犹豫片刻还是插上了电 打算看看消息 手机提示九九家的消息未读 我也一个个的看着 点开江宣承的消息我一笑 他竟然求我去帮苏子宇 不过也是 只有苏子宇站稳了脚跟他在家 才有立足之地 想起上辈子 他懒着苏子宇对我的谩骂 我就一阵厌恶 而往下划我的手将在了那 一个不曾弹起的对话框 出现了几条消息 是苏妈 消息不再冷漠 可以从自理行间听出他的请求 他要我回公司 去帮助苏子宇挺过这一关 他说这次之后 可以给我副总的位置 命都可能没了 我还稀罕着副总的位置 我合上手机 再一次关机了 他们的消息 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 十 陈妈去买菜了 家里一食只剩下了我 在我玩游戏完的 不亦乐乎的时候 有人按了门铃 我打开门一看 是苏妈还有苏子宇 苏子宇在苏妈身后 眼神凶狠可怖 脸轻的可怕 二话不说 我准备把门关上 扑通 苏妈跪了下来 她脸上还是 和以往一样淡淡的 就好像下跪这件事 与她无关一般 现在 她竟然肯为了苏子宇下跪 我苦笑 你要我跪多久才肯回去 她的声音发颤微微地开口 我靠在了门的一侧 无视她望着苏子宇 我好像是让你跪吧 苏雨彤 你不要太过分 妈妈都给你下跪了 你还是不是人 她恶毒说完 一咬牙死死瞪着我 我瞥了苏妈一眼 这有什么 我曾经可是在大雪天 跪了三个时辰 苏妈身子一抖 我轻笑接着说道 你不会忘了吧 当时你停我的卡 把我赶出门外 任由我怎么哭你 都将大门紧闭 我看向满眼疑惑的苏子宇 相比现在我已经很人道了吧 苏妈没有刚刚的从容 双眸闪过的一丝恨意 被我捕捉 当时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的妈妈 会对我如此残忍无情 就好像我不是她的女儿 我说完 蹲下与跪地的苏妈 四目相对 你早就知道了吧 我不是你的女儿 十一 在知道苏妈不喜欢我后 我怎么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母亲 这么厌恶女儿 所以我怀疑了 我不是我妈妈的亲生女儿 我偷偷地去做了亲子鉴定 事实证明 我的确不是 而我也在一次意外 偷听到了 苏妈也知道 我不是她的女儿 小时候调皮 我受伤需要书写的时候 她就知道了 她知道后 偷偷去找过自己的女儿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于是她把所有的恨 还有愿都发泄在了我身上 因为有时 她无意流露的神情 十分凶狠 看向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仇人 她惊讶地抬头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回她 从我考研成功 回到苏家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你不是我妈 只是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无情 苏妈面上瞬间惨白 她缓缓站了起来 走吧 苏子宇一愣 面上没了先前的狠毒 而是变得焦急起来 妈 现在走 我们怎么办 集团怎么办 她带着哭腔 扯住了企图离开的苏妈 回去吧 我 再想办法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闭上了眼 拨通了手机的一个号码 开始吧 12 苏家的人之后 没有再来骚扰我 我也看着他们的股票 每天一日比一日低 而就在几天后 苏家对外声称没有破产 表示渡过了难关 新闻也在播报 苏氏集团有新的赞助支持 我打开之前的那部手机 消息不断弹出 是苏子宇 见女人 你不会以为 没了你我们就没救了吧 我告诉你 要我下跪想都别想 我以后只会过得比你更好 你就继续留在陈家 过着穷酸的日子吧 苏子宇不断私信谩骂我 我不以为意 而朋友也发来短信 催我出发 我站在苏氏集团的公司高楼底下 我好像已经许久不曾回来了 在我进到大厅的一路上 也有人认出了我 那不是以前的苏总吗 他怎么会来 是不是要来接替现在的苏总的 毕竟公司都差点要被他搞垮了 在议论当中 我坐上了VIP电梯 与我的朋友来到了顶层 怎么是您 苏子宇在看到我进到办公室时 十分震惊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你就是陈总 我嘴角一扯 迎着他的目光 对他灿烂一笑 十三 我甩了个文件在他桌上 苏子宇 你准备让位吧 他冷笑 什么 你不过是个赞助商 就想让我让位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 他猛地把我的文件扫落在地 我手插裤带死盯着他的双眼 凭什么 凭我股份持有超过50% 看了眼手机我继续说道 哦 等会董事会 应该就要召开了吧 到时你就知道了 怎么可能 你不要在这说大话 嗯 他顿住 突然把散落一地的文件 都胡乱捡了起来 他不断在纸上扫尸来来回回 几分钟后 他双手垂落任由纸 又落在了地上 那些疯狂收购股票的公司 竟然都是你的 他没了先前蛮狠的样子 而是在那自言自语的不断嘀咕 我看了看时间 朋友也催促我董事会快要开始 我瞥了眼 在喃喃自语的苏子宇 朝门口走去 忽然 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我扭头却看见 猙獰犹如恶鬼的面孔 他用力地把我扑到掐着我的脖子 都是你 都是你 占了我26年的人生 你个贱人 你个贱人 总裁是我 只能是我 他不管不顾地大叫着 力大的出奇 就在我快要窒息的一瞬间 朋友惊慌地把他推开 还叫了保安 咳咳咳 我大口呼吸着空气 看向拳打脚踢的他 他正一边谩骂 一边被拉开 我闭上了眼 因为我还没缓过神来 我不禁发抖 恐惧还未散尽 刚刚有那么一瞬 让我以为回到了 上一世的最后一刻 苏子宇在绑架我后 把我拉到了大海边 我醒来 身上就被绑了一个大石头 他疯了般地 在说着他的故事 说完后 就命人把我丢入深海当中 我还记得 空气从我体内 逐渐流失的感觉 我是窒息而亡的 苏子宇立马就被警察带走了 而我突然晕倒 被送去了医院 十四 恍惚中 我睁开了眼 看着身侧 站着的苏妈五一愣 难道我又重生了吗 我伸出了手 想要与他相握 但回想当时 他的冷漠我顿住了 忽然那只手 自己迎了上来 与我紧紧十指相扣 暖意从他手中传来 宇童 你醒了 没事了 头还疼不 我闻声抬头 这时才完全清醒 是沉妈 看着他心疼的神情中 露出了关爱 我心一暖 妈 我没事了 我阳纯微笑地看着他 开心地回应着他 十五 苏子宇疯了 他受到了刺激 便开始精神不正常 时不时总问我在哪 还会莫名攻击苏妈 他嘴里还喊着 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 之后 苏妈把仅存的存款 都拿去给他治病 穷得只能喝清汤寡水 但我知道 这些消息 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因为自我接任集团 变更名为陈氏集团 我也给爸妈 买了一个二层的别墅 我们一家幸福快乐的生活 依靠着彼此 而我也享受着 爸妈给予我的爱意 在爱中继续成长 迎接未来新的挑战 翻外衣 从小我就知道 我家并不富裕 很多时候 一道菜能反复翻炒 吃上一整天 但在那时 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知道 爸爸妈妈爱我 直到那天 我向他们求了一双鞋子 噩梦也随之到来 在得到新鞋后 我十分开心 因为班上人人都有一双 于是我也穿着新鞋 去了学校 可在课间的时候 我发现周围同学 都时不时打量着我 意味不明 家里最富裕的 连小月也停在了我的面前 陈子宇 你的鞋子是新款吧 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面前 笑应的三人 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好巧我也有一双 一模一样的 他无嘴耸肩笑了起来 是吗 真巧 我回应着他 丝毫没察觉 他言语间的嘲讽 谁知 他忽然大声 你这哪买的 我记得去专柜的时候 那店员说 我们是暂时没货 连我都只好预定 还没到呢 他说完 神情巨傲地瞪着我 而我也随之一愣 因为连小月家 是我们班最有钱的 他都买不到的东西 当时我就愣在那脸 逐渐涨红 垂眸 我看着脚上的鞋子 泪花因屈辱 不断在眼眶里打转 我意识到了 脚上这双是假的 嘲笑声在耳边不断反复 瞬间扳机哄唐大笑 我屈辱地握紧了拳头 迟迟不语 后来一回到家 我立马把这双鞋给扔了 可就是自那起 我开始被群巢被羞辱 家里身世被扒得一干二净 之后我便开始憎恨贫穷 不想再过着 被人看不起的生活 可能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奇愿 眷顾了我 没想到我 居然是苏家失散已久的真千金 梦寐以求的富贵就在眼前 我毫不犹豫地抛下了家人 选择了新的生活与未来 后来我身穿名牌 穿着连小月可 出不可及的鞋子套裙 出现在他面前 我狠狠地把当年的屈辱 都一一还给了他 原来富贵是这种感觉 我迷上了 也盯上了苏宇童的总裁之位 苏氏集团本就应该是我的 于是我也和苏妈提出了 我想拿回集团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苏妈犹豫之后 只答应让我做副总先去学习 虽心有不甘 但是我知道总裁之位迟早是我的 我看出了苏妈不喜欢苏宇童 苏宇童只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已 可谁曾想 苏宇童直接让位将一切都还给了我 我内心窃喜 终于我也能成为了 别人羡慕仰望的对象 成为苏氏集团的总裁 多风光啊 我想受着本属于我的一切狂笑 但在不久后 美梦破碎 因为我知道是我不如苏宇童 我的失误导致公司面临破产 最后苏宇童竟然还设计 我夺走了公司 夺走了我的一切 就连妈妈也开始对我失望 那晚我冲她大喊问她 是不是她后悔了 后悔把我接了回来 她的沉默像把利剑刺破了我的心脏 我恍惚地伴随头疼 扬倒在了床上 那晚我想起了一切 想起了前世的一切 我才是那个胜利者 我可能疯了 拿起刀我就想要冲出门 妈妈发现她拦住了我 子瑜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做傻事 妈妈挂着泪声音 带着一丝恳求 妈 苏宇童是假的 她应该死了才对 她怎么可能活着 她该死的 她该死的 我一用力推开了她 可她双手紧还着我的腰 死死不放手 让我怎么解释她都不信 她说我疯了 也许我是疯了 可那个梦那么真实 可我没想到 最后妈妈居然把我 骗进了精神病院 我不断祈求 诉说我没病 可没有人相信 但就在我怀疑起 世界和一切的时候 苏宇童她来了 她光鲜亮丽地 站在那怜悯地看着我 而我头发凌乱 穿着单薄的病号服 那明明是我的人生啊 为什么 凭什么她过得那么如意 而我却是这般下场 我迎着她的目光 瞪眼看她 猛冲上去 我也听到了她的低语 苏子宇 你后悔吗 我瞬间脸色惨白 半分钟后 我拍腿大笑 又很很瞪住了她 苏宇童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你也记起了上一试是不是 我不断地拉扯着门锁 想要透过门去撕破 她那张瞧不起人的嘴脸 苏子宇 这都是你的报应 是你应得的 她听我说完 眼睛一缩 随机淡淡地回了我这句话 我才想起 梦里的我十分恶毒 我骗了苏宇童的感情 抢了她的老公 我害得她身败名裂 被赶出家门 最后我好像还杀了她 身子开始止不住地发颤 我不信那是我 我不信 我蹲下抱着自己 不断摇头 泪止不住大滴大滴地落下 原来这就是报应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小的身躯 坐在墙角 不断对着空气道歉 喃喃自语 就这样 她持续了一整晚 一周 一个月 直到永远